于东忍是怎么管教的 让于东忍过来见本王 是 主子 下面的人文言便赶紧去找于东忍了 下官见过齐王 于大人虽然忧心自己的身体 可对于家的管束也是不能放松的 令爱三番五次地来重云镇 还在本王宅子那边等着 意欲何为啊 令爱 于兰珠 于东忍听到苍修玄这话 顿时眉心就跳了几跳 他就说嘛 自己好像没有做什么惹齐王不高兴的事情 却没想到 竟然是那个臭丫头在给自己找事 是下官的错 下官这就让戴那丫头回京 然后马上给她定下一门侵蚀 于东忍这样说着 悄然地也在观察着苍修玄的神色 见她面色稍微柔和了一些 便知道自己没做错 只是这个时候回去 她那药 苍修玄像是知道她的心思一般 你现在吃的这药 也需要暂停一段时间 不然冲不破 正好 多谢王爷 下官这就去安排 明日一早出发 从苍修玄这里离开 于东忍就去了苍修玄在镇上的宅子那边 果然在那里看到了还在等着的于兰珠 爹 你 你怎么来了 哼 我于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若是不想在于家待着 不要姓于便是 如果想要姓于 就给我安分点 爹 女儿 女儿知错了 女儿不是因为自己的事情来找齐王的 是 是 赶紧给我回去 明日我亲自把你送回上京 爹 于兰珠大惊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他难道就要这样错过了吗 你不想走 于东忍转头 看了他一眼 后者立即不敢再说什么 乖乖地跟在于东忍的身后 走出了苍修玄的宅子 第二天一早 于东忍没有给于兰珠任何机会 直接带着他往上惊赶了 这边 于东忍在帮于兰珠物色夫家 苏丞相却有些焦头烂额了 你赶紧去北关村那边找齐王 看看齐王那边有没有消息 现在这种时候离开上京 是不是会被怀疑啊 于东忍真在帮女儿物色夫家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苏则不解 他物色他的夫家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难不成他还 说到这里 苏则恍然大悟 脸上也满是惊悚 你 您不是要坑我吧 什么叫我坑你啊 你是我儿子 我还能害你不成啊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不行 绝对不行 您不能拿我的 终身大师开玩笑呀 这就要搞定了 大家多说 小 and they 坑余